作者 缺清明 这本人心的消息,就在一昼夜之间,恐怖主义武装贩子突然向政府军发起反扑,但是政府军大展神威,两战两截,连续击溃恐怖武装的大规模进攻。 3月4日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有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向媒体披露,当天凌晨,在该国拉塔基亚北部,与伊德利不声交界地带,一支恐怖武装,向阿萨德政府军,发起一轮大规模进攻,战斗期间还动用了火炮、排击炮,以及大中口径支援枪械等强杀伤力进攻武器。 但政府军方面发起英勇还击,很快就击溃了武装贩子的进攻。 多名恐怖武装贩子被击毙,两人受伤,其余人中抱头疏窜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以上描述的这场战斗发生不久之前,是政府军也同样击溃了恐怖武装发起的一轮进攻。 即3月3日晚,在与伊德利不声交界到哈马首北部地区,一国恐怖武装乘着夜色悍然发动进攻,试图侵入市政府军阵地。 但没想到的是,政府军早就做好了硬地准备,经过一番激烈交火之后,在减损失几名士兵的情况下,恐怖武装被击退。 耐人寻伪的是,两次进攻,都发生在伊德利不声边境,因为从薛利亚当前的局势来看,是政府军已经快要掌控该国全境,而伊德利不。 深刻说就是该国反政府势力最后聚集的地盘,该省自然也盘踞着大量恐怖主义武装。 两场战斗之间,间隔时间极短,就在一昼夜之间。 恐怖武装这两次进攻虽然十分凶悍,但很快就被打得亏不成军。 由此可见,恐怖主义在薛利亚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,已经到了最后苟延残传之际,似乎是要在负灭之前把起最后的垂死反扑。 以上消息所反映出来的恐怖主义的境况,跟薛利亚当前的整体局势是相符合的。 就在3月3日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明确指出,在俄罗斯空间军的支持下,市政府军近期多次作战都十分成功。 虽说还没有让该国完全摆脱恐怖主义威胁,但其境内最大的恐怖主义武装,伊斯兰国已被基本剿灭。 西里亚地面局势,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的稳定状态。 最后,拉夫罗夫还表示,俄罗斯将继续协助续政府军大力打击恐怖主义参与势力。 恐怖主义之所以在西里亚沦落到这种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,应该与美国近期表现出来的,从西里亚进行战略收缩有关。 随着俄罗斯受邀进入叙利亚战局,战定的势头越来越不利于美国所支持的反对派一方,虚政府军所收复的失地也越来越多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也感到大势已去,于是,便于去年十二中旬,宣布撤军叙利亚的消息。 虽然目前撤军还没有形成事实,但可想而知,也必然不会如同之前那样,全力以赴扶持包括恐怖。 武装在内的各反对派力量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叙利亚经内执事,已完全呈现出此消彼长之势,在恐怖主义势头低落之际的同时,市政府军却是气如虹,正在如翠库拉雪一巴,当凭一切反政府武装。 所以说,恐怖主义在雪莉亚的存在已是日无多,当然要向政府军巴起决定法机,赢得最后一丝喘息之机。 但恐怖主义的进攻,在凶悍也无法挽回败局了,此次被雪政府军接连两次击溃就说明了一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